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安省市选很快就会举行了 有什么重大的议题值得大家关注呢 而选民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应该如何好好使用手上的选票呢 我们现在通过zoom视像 请来时事评论人郑梁华和我们一起谈 Michael 你好 你好Chapin Michael 似乎今年的市选 比起多伦多市 很多人都说多伦多市市长选举 在庄德莉的连任 好像毫无懸念 但似乎约克区就更加热闹了 因为今年也有很多区域市议员的空缺 又或者在约克区有些市议员的空缺 是很多人或者很多华人去争取的 今年有些什么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呢 Captain 你说得很对 譬如庄德莉连任好像无懸念 变成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上面北面 因为北面有很多华人 如果我们观众或者听众是华人的话 非常之关心万锦市和列治民山市 看回这两个市里面才提过 两个区都分别有两个区的区域议员竞选 那个区域议员我是说有两个选区 曼锦市的第二选区和列治民山的第六选区 他们的市议员都去选了区域议员的时候 令到这两个区原来的空位就流出来竞争 变成了很多华裔的候选人去争曼锦市的第二区 和列治民山的第六区 这个竞争是相当之激烈和相当之觸目 这个是大家足以留意的 而看回你说区域议员的选区里面 也都竞争得很激烈 你看回曼锦市里面有11个候选人 继续区域议员 而当中有6个是华人的 你看看列治民山区域议员的竞争里面 有5个候选人当中有2个华裔 你看看整个铺牌和整个角逐 都会看到很激烈 特别是大家关心的华人选区 刚刚提到这个华人选区 特别说到有关列治民山市和曼锦市 好像列治民山市那样 之前原本的市议员就是陈志辉 因为他转战区域市议员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空缺 陈志辉在议区里面 在选区里面是很多年的一个市议员 所以代表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人上任 所以在那个选区里面 有什么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又或者是是不是都有很大的机会 可能都是一个华人来当选呢 我相信是 因为你看回列治民山的第六选区 就是陈志辉原来的选区 或者看回曼锦市的第二选区 原来是豪锦的选区 因为他们都上了当区域议员的时候 你看到曼锦市的第二选区 和约克区的第六选区一样 变成了一个空缺流出来的时候 很多华人竞争 你看到这些竞争里面有讲粤语的 有讲普通话的 而这些人里面你看到 他们在竞争初期的时候 一些很不起眼看来很不起眼的候选人 到现在开始直路跑的时候 一出力的时候 其实这种力量出来 好像一种黑马形势 所以无论这两个选区 如何竞争法 不要只是看眼前一些热门的人士 不要忽略一些黑马的人 这个随时会是可能当选 而你说得很对 我觉得这两个选区 最后都很大机会是 华裔的候选人当选市议员 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 今年那个选举里面 很多的候选人 都是很多元化的 亦都有讲广东话 有讲国语 除此以外 亦都有一些在社区里面 可能是比较知名人士 又或者是这个传媒街做过 又或者甚至乎是 在这个散府那里 曾经是可能是厅长 或者是一些政要 那他们去选一个区域市议员 又或者相比起另外的一些候选人 他们可能是在社区工作了很多年 又或者是在市府工作了很多年 他们对于市政的经验层面上面 其实是可能很足够的 在两方面 究竟是名气大一点的候选人 知名一点的候选人 会是较为得到选民的欢心 还是说其实 为社区做了近很多年的工作 又或者是市政层面上 做了很多年工作的候选人 反而是会得益呢 Cavin 我也提到一点就是 黑马是今年的市选 应该要注意 而黑马里面 你正正提到的就是 究竟在市选里面 是名气大的那些 又或者是传媒工作者 给更多的人认识的人 机会大一点 还是一些实际制定做工作 贴地做实际民众工作 也会哪个大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留意到 过去的市选结果一边 都看到一件事情 越接近市民 越贴地做实际工作的机会 越大 因为市选和省选 或者联邦大选不同 没有受政党的因素 影响市民的决定 而事实上 有亲和能力 和能够接近民众的话 机会最大的 而在过去里面 你见到一些名气大的 一些候选人 是会输了给一些 做贴地实际工作的候选人 所以在今次市选里面 我觉得大家 怎样投票 是看候选人的实际工作 不是看名气 不是看知名度 其实市选和省选 或者联邦选举 很不同的 因为市政 很多都是一些比较贴身的议题 又或者我们讲的一些 铲雪服务 又或者是有街灯 或者是一些交通上面的问题 是社区区内的问题多很多 跟政党的关系似乎有少少不同 我们也都见到 其实很多曾经参选过 省选的候选人 都可能会去竞逐市选 其实参加市选和参加省选 又或者是联邦选举 没有了这个政党的加持 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你说得很对 市选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究竟候选人对市政的熟悉程度多大 和投入感多大 态度多认真 因为选民要选一个真有能力 过去有实质贡献 或者有服务态度的人 所以就算你在省 或者其他层次 有好的政治崗位 如果不贴地的话 未必可以得到这些选民的垂清 所以我觉得最大分别就是说 市选是真是贴着民众 而市选里面所选的候选人的实际工作 和大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今次市选里面 民众不要再更濫淡 过去市选的投票率都相对低 譬如万感市的第二区 投票率只得两成而已 如果你真是很想选一个 为你服务真正正正作出贡献的 市民的领袖的话 应该行使你神诚的一票 在12月24日 有一个现象都挺特别的 就是我们看回 好像我们说的多伦多市 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说 多伦多市长的连任 似乎好像毫无怨念 虽然有很多其他候选人 但大家都认为 庄德利似乎都应该可以竞选成功 其实不单只是市长 在多伦多市很多市议员 甚至约克区很多市议员 他们都是很资深的政客 很资深的政客 是因为他们通常只要选下去的话 他们的连任机会率都十分之高 亦都不像散选或者联邦政坛 可能会有一个改朝换代出来 为什么市议员的连任率可以这么高呢 是想说的因为市选选出来的议员 跟他们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如果现任的市议员已经有职可尋 民众跟他们有一个关系的话 如果他继续去选的时候 连任机会是相对大 你看看过去吧 现任的议员连任机会大些 所以他们的服务年期很长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有人提出 就是说不要让他们长期地坐在一个位置 应该设立一个限期 令到一些有心、有志、有能力的候选人 可以成为新的议员 入到市议会参政 这个现象我觉得 就是过去的现象 那些人提出来觉得需要改革 我都同意这种说法 看回以往似乎做在这个传媒界的一些候选人 进入这个政坛都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算我们由以前的多伦多的市选开始 都是一些传媒界似乎可以被竞选 入到这个议席都会容易些 今年也有不少有传媒经验的人出来竞选 为什么他们会容易被指纳 是否因为观众可能对他们比较熟悉呢 同意 因为你看回今次在万感市和列治民山市 就我观察所得 起码有三位电子传媒的幕前或者幕后工作人员 而这三位之前在万感市和列治民山市 都有传媒人成功进入市议会 那些人就会问 是否因为这些电子传媒人 和观众过去有接触的观众人 提醒我说 市议员除了能力之后还有亲和能力 会不会这些传媒人能够容易接触到民众 容易得到亲和能力的时候 从而可以进入市议会呢 我们今次24日拭目以待 看看现在竞逐的传媒人 有没有机会赢得 这次市许大重复那一次 我们最后的选票应该选一个 真真正正为民众服务的候选人 另外在约翰区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就是列治民山市的市长选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列治民山市 过往15年都是由 以细细的前市长巴罗来担任市长 所以只不过是刚刚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就选出了David Rex出来的 只不过不够一年的时间 他们又再要面对另外一次的市长选举 会不会可能会迎来一个不同的结局呢 我觉得变数在这里 因为这个新的市长只是在任半年 都没有政绩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市议会里面那些人要选 无论你是议员 区别议员或者市长 都希望可以看到政绩 虽然这位新的市长 过去都在议会服务过 但是用市长的角色去服务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足够观察 所以我觉得有变数 而另一方面看回除了列治民山之外 万感市的市长角族都很有趣 因为政府市长都同时出来角族 而副市长是差不多 最后时间才还报名的话 令整个角族形势很有趣 所以说在弱克区里面 两个环集中的城市 列治民山市和万感市的市长角族 都成为今次市选的焦点之一 大家也值得留意 行使你神圣的一票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10月的市选的结果是怎样 另外也值得留意 似乎今年的多伦多市 候选人是少了 虽然候选人少了 不过大家都希望在市选里面 这么多位的选民可以行使他的投票权 积极地参与投票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你 Michael 不要不说 Catherine 拜拜 听听观众 拜拜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